中國經濟不好是大眾眼見的事實 即使民眾的錢包無障,但物價卻在上升 這也是事實,不知是否海外 關於中國民眾悲慘遭遇的影片傳得太多 傳到了中共的耳朵裡 總之,中國政府也逐出了姿態、體恤民情 只不過,這個操作令人怒火 2024年9月28日,在中國大量社交平台上 流傳一則遼寧大連紅旗街道慧澤社區的通知截圖 起似戶籍在核區內的失業夫妻 且獨生子女未滿18週歲的 每月可領取5元的雙失業夫妻獨生子女獎勵費 通知還列出需要提交的材料 包括戶口簿身份證明、獨生子女證等 在物價高漲的當下,5元能夠做什麼呢? 十幾年前,5元能夠吃一碗麻辣湯或者一碗麵條 現在一碗麻辣湯都要十幾元到幾十元? 其實,在連中共黨媒也在10年前表示 這5元獎勵費的尷尬 2014年8月12日,中共新華網發表題為 每月5元的獨生子女費 如何走出尷尬的文章 提到中共從1982年開始 對中國的獨生子女家庭 實行這一獎勵政策 每月給5元,但已經32年了 很多省份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文章表示,通過查閱 中國各地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 發現中國大多數省份還執行每月夫妻雙方共10元左右的低標準獨生子女費 南方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 標準為每年各領取20元以上的獨生子女父母獎勵金 算下來平均每個月亦不足2元 文章說,近幾年,不少地方適當增加獨生子女費獎勵標準 但大多是從每個月5元增加到10元 或將享受獎勵年限從獨生子女14歲子提高到16歲或18歲 這篇文章是10年前發表的 10年前的物價還沒那麼高 10年後的今日,有些地方獨生子女費依然是5元 80後媽媽王玄玄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她說女兒3歲多了,她一直沒辦理改正 一個月10元的獎勵 現在只能在街邊小店吃一碗麵 而且辦正過程還很複雜 再加上我們獨生家庭 按現在的政策可以再生一個小孩 為避免將來,還要退還這筆獎勵金的麻煩 索性就不要了 網友紛紛諷刺說,還不夠資料費 侮辱獨生子女父母 列印一張紙,可能都要一兩元 有人表示傷害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也有人指出,在大街上討五元錢 都沒有這份屈辱 和政府要五元,要將貴的姿勢調整落實 稍有差池就拿不到 這些文件可以入人類荒唐博物館 還有人表示,今年國務院說 被困難群眾發放生活補貼 12月1日之前,必須發放到位 但11日,問了很多困難活都沒有看到影 現在國務院都可以靠說謊來維持愛民的形象嗎? 這名網友問得好 這亦令人聯想到近日發生的一件事 2024年10月12日 中共財政部部長南芬安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會上說 今年以來,中央財政下達 就業補助資金667億元 支持地方做好大專院校畢業生等重點群眾就業 職業技能培訓等工作 消息很快就被推上熱手 網友紛紛發問說,錢去了哪裡?可以公佈資金去向明細嗎? 具體怎麼補貼呢? 這是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事 有人對這筆巨款補助用來做職業技能培訓 顯然不滿 這667億就這麼隨便培訓一下就花完了嗎? 就業困難的得到了什麼? 是真的技能培訓 還是解決就業環境問題? 很多中國民眾顯然不相信 中國政府能讓民眾實實在在的發寶座 有人直言,寶座都入了官員的要報了 有人罪問,我就想知道這個怎麼拿的? 誰拿了呢? 還有人用自己真實的經歷作證 反正在世業中,也沒有見寶座 連失業金都申請不到 不知什麼原因? 看來中國政府這次又翻車了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青年失業率不斷表勝 數以百計的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 2023年6月,中共統計局公佈 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是21.3% 之後暫停公佈 2024年1月,公佈青年失業率是14.9% 但將學生剔除在外 2024年7月,中共公佈青年失業率為17.1% 8月為18.8% 即使這個數碼是經過分析的 但還是在創新高 這個說明中國的失業率 就連中國政府都很難掩蓋了 2024年7月,高考結束後 有一名女生發影片說 自己被河南財政金融學院錄取 收到錄取通知非常高興 但當她簽名確認時 旁邊送通知的快遞員說 自己就是剛從這個學校畢業的女生感到震驚 彷彿一眼看到自己未來的工作內容 截圖字幕顯示該女生的感慨 送通知書的快遞小哥 是我20屆學長,直接感到天塌了 就事件,網友紛紛表示 我現在在天天給學弟學妹送外賣 我們學校旁邊甚至開了個學長炒飯 送錄取通知書的,都是由正正式工 你不一定給學長工作好 此前,中國大陸某媒體曾多次報導說 中國的985大專員校 和211大專員校的畢業生難找到工作 索性選擇快遞員和環圍工等 2024年7月19日 網上流傳一則消息 題目是激動後淚木 江蘇一本科生去送外賣 發現街區保安是自己大學社友 其中提到,一名江蘇省南京市本科畢業生 因為找不到合適工作 就選擇送外賣 在經過某街區門口的時候 發現保安竟是自己大學社友 兩人激動之餘,非常傷感 為什麼在這裡不其而遇呢? 圖片字幕顯示 大學好兄弟當保安 我送外賣壟斷這個行業 大學生畢業做保安也不是個別現象 中國人曾將考入清華、北大 看作是光宗耀祖的事 然而現實中,這些曾經的狀元狼 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了 這個影片顯示 這個叫張曉勇的青年 曾經是湖南省長沙市利科狀元 在大家羨慕的目光中 考入清華大學 但當他畢業後 也只能選擇當月薪兩千元的保安 兩千元的收入 在當下的中國 連保證一個月的消費都很難 影片上的字幕衣味深長 壯圓做保安 你怎麼看? 這些大學生 靠家裡父母耍吃劍用的錢 完成學業 卻發現在中國 找一份合適工作都很難 不得以放下身段和夢想 跑外賣、做保安、月嫂等 而對於中國低層普通民眾來說 日子就更加艱辛了 這個影片顯示 一個幾歲大的小孩子和老人一起撿垃圾 這個影片顯示 一名農民工夫親 給兒子會學費 但他自己連幾元雞的短袖都寫不得買 還穿著穿洞的破衣服 這個影片顯示 一名六十歲的老大爺 在景區掃雪 眉毛上結了厚厚的冰相 影片字幕顯示 網友感慨 拿著最低的工資 做著最裝最累的活 這個影片顯示 一個老婆婆坐在輪椅上 抱著垃圾袋 身邊的老爺爺 一個垃圾桶 挖一個垃圾桶在執索了瓶 老兩口就這樣 一點一點 執瓶子維持生活 對於有工作的年輕人 他們的日子同樣很不容易 這個影片顯示 一名男子因錯過沒班車 捨不得打車 在凌晨選擇走路回家 男的打過車 打過車的話 十幾二十元呢? 捨不得 老人 你做什麼十幾元都捨不得呢? 男的 啊 你知不知道 對普通人來說 這裡十幾元 這裡十幾元 一個月那幾千元的工資 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還是捨不得錢 十幾元 我都可以吃三天的早餐了 是不是? 我還是走路回去呢 走路 這些就是中國人的日常 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 是人民公僕外人民的中國政府 現在那些欺騙中國百姓的話 也不靈了 2024年8月 網上流傳一個影片 顯示一個年輕的男子 面對街頭採訪時說 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記者 先生我問你一下 現在的生活條件都不錯了 老百姓為什麼 這麼多抱怨呢? 為什麼? 那我採訪採訪你倆呢? 你說現在的餘製菜這麼好 為什麼專家都不喜歡吃呢? 社保這麼好 現在年輕人 為什麼不願意交呢? 保險這麼好 為什麼這麼多推銷員推銷呢? 擦簽這麼好 為什麼來的人全副武裝呢? 新能源這麼好 為什麼還不停補貼呢? 手機套餐這麼好 為什麼天天給你打電話叫你升級呢? 街上的旺舖這麼好 為什麼要轉讓呢? 啊! 老師這麼好 小孩子為什麼私下補貨呢? 法官這麼懂法律 為什麼還要找律師呢? 誕生這麼好 為什麼要結婚呢? 結婚這麼好 為什麼要離婚呢? 小孩子這麼好 這麼可愛 為什麼都不願意生啊? 老美這麼壞 這麼亂 那麼有錢人 為什麼要去呢? 那麼明星這麼愛國 為什麼要移民呢? 這個青年說的話 也說出很多中國人的心聲 2024年9月28日 廣東省一名男子發影片說 男的 我非常熱愛我的國家 但是她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只有一個 那個就是十月懷胎 將我生下來的那個女人 是她和我父親含身如虎將我養大 還有 我覺得我不欠國家的 因為國家不允許我謝賬 我沒錢我就吃不飽 我沒錢就進不了學校 我沒錢就看不起病 我沒錢就住不起房 所以呢 我最應該感恩的人 是我的父母 這個影片引發網友熱烈的回應 我們買手機 買車 買生活用品 都是交了稅的 不欠任何人 有人說起自己幾十年前的 甚算經歷 我小時候因為交不起幾元的學費 在教室的窗外 站了好幾天 老師不給入教室 最後家長借了三元五元的學費 交了錢 先進了教室 沒交一元的書費就不發書 只好看同場的書 近半個月交了錢才發書給我 也有人表示 我不欠國家的 國家可能欠我的 我的社保買了這麼多年 如果哪一天打仗 我一定會在心裡默默支持 中國政府一直用 中共就是中國這個概念 混淆欺騙中國人 但現在很多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 中共不等於中國 2024年10月5日 中華民國總統來清德在出席國慶晚會上說 最近 我們的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日剛過完75歲生日 再過幾天 中華民國就要過113歲生日 因此 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 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 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 這個對中共政府來說 無疑於晴天疲力 清楚說出了 中國政府只有75年的歷史 無法代表中國 而中共也毫無反擊支持 因為被弱道的痛處 無法辯駁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清現實 中國政府 用謊言和暴力維持的政權 也就難以在百姓頭上作為作福了 中共解體這一天 相信也不遠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